現在這個60棟是新推的課員 今天是2月8日 來看一下 這裡就是潮南的海景 這個人台十米多 新年好 阿聖 今天年初八 祝大家虎年龍精虎馬 黃小姐今天初八你開工 Hello 大家好 新年好 初八上班 今天來到半島這裡 60棟新推的房源 先看一下這裡100棟的單位 端頭位 這個凸出來的 我們擺平一點點 這個這樣來 這個100棟的三房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套單位 這個100棟現在是高樓層的特價 150萬 150萬左右 100棟150萬 你們先來看一下這裡的海景 聽出陽台的 這個60棟是新推的課員 今天2月8日 你看看 來看一下 這裡就是潮南的海景 這裡的陽台有6米多了 6米4 6米4 出海裡走那邊 這樣就夠長了 今天也不是很冷 6米4的陽台 看回這裡 對正這個海景 潮南的 今天現在是下午 差不多 6點多了 現在差不多6點了 5點43分 給個手機 因為我們天氣好一點 再過來拍一拍 現在差不多6點 哈哈哈哈 那進來這裡 這裡 這裡 這個廚房 這個客廳開間多少 4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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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間4米8 標準的 是的 不給近鏡 這個廚房就需要買個冰箱 和一個熱水器就可以了 其他都有 水龍頭 這些都是 分俗的 到時買回來 這裡這個廚房 因為這裡是凸出來的 那廚房這裡都很開陽 Andy有沒有拍到這裡 OK 那來回這裡 這裡 黃小姐你介紹一下 這裡有個小房 是這個是刺枉 這裡有個刺枉 這裡 要燈的 可以先開燈 這裡有個刺枉 這裡有個刺枉 那也是 看出去陽台 這裡看過海景 那裡有個小島 那裡都 那裡有個小島 叫做平樹島 平樹島 是吧 可以過去玩的 可以過去玩的 是吧 你就坐個船過去 應該三四百塊錢 就可以了 坐個船三四百塊錢 不便宜 三四百塊錢 這裡 來回這裡 廁所的燈應該是 廁所燈應該還沒搞好 是啊 這裡我們 看回遠鏡 一個衛生間 一個衛生間 乾濕分離 它現在這裡的按鈕 全部都是 這個 這樣一個按鈕 下送的按鈕 好 OK 那這裡呢 這個房間 就會封起來 是吧 膠樓的時候 就是這樣 它本身是露台 本身露台 它會不會封起來 不會 膠樓就是窗 膠樓是窗 即是不會封 是怎樣 不會封 膠樓就是這樣 兩邊都是窗 是 那現在就封了 是啊 只不過這邊是開不了 這邊可以開 哦 哦 那它膠樓有沒有這個玻璃 有 就是玻璃 就不是封實的 就不是封實的 即是可以打開你的窗 是封實 不過不是長 是玻璃 窗 是啊 是啊 那即是膠樓是有這個窗的 是有的 不過這邊不可以開 這邊可以開 這邊可以開 可以開一邊 可以開一邊 是啊 因為就算開到你都不喜歡 因為對面是人家的 人家的 人家是露台 這裡看的私隱性 就會差一點點 是啊 這個就是141房的 是吧 是 04會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嗎 你站在我這個角度 來 這裡141 那這裡呢 就看 這個小房都是看到海的 三個房間 還有聽到望海 這裡以後會不會再建高層呢 你過來這裡去看看 這裡是前面四區的別墅區 別墅區 我們現在這塊空地 然後那邊就是別墅區 然後那邊就是商場來的 後邊 那邊就是商場來的 是啊 Andy 用一個指 現在那個框架是商場 你知道嗎 那這裡呢 這裡一塊空地 還有沒有別墅 還有沒有高層 高層會有幾座 不過是以別墅為主 即是那邊側面會有 這邊 這邊 我現在這個 Andy 用這個角度 這一邊就不會有 然後還有一個小殼 這邊就不會有高層 這邊這個就不會有高層 現在高層就在這一邊 是啊 即是反應這裡這個斜角 都是望到海的 不會傳檔的 不會傳檔 OK 那這裡有個細貨 不過我們也有回到它那個項目規劃的VR圖 看得到那個怎樣的情況 即是海景一定要研究清楚 這個就是主人房 是套間來的 不過我們這個主人房套間 我們放低一點 沒錯 沒錯 那OK 我們現在出回這個主人房這裡 反正主人房這裡就不會有借檔 不會 不會有 主人房夜晚又可以看一看這條橋的夜景 都很漂亮 Andy 你過來這裡看看 前邊就是這個別墅區 我們看到下面就是別墅區 就不會有遮檔 是 拍到海景 到時又可以看到別墅也很漂亮 嗯 OK 那就行了 我們出去介紹另外一個141方的戶型 好 這套單位就現在有的話 高樓層是150萬 150萬 大裝修的 大裝修 OK 還有高層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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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和02是一樣的 照送車位 車位3萬5元一個 原價12萬 是啊 哈哈 反正照送車位3萬5元 這裡 這個就是141方的戶型 四港兩天兩位 這個戶型也是很特別的 因為前面這裡等於你是賭門賭戶 這個單位是划算的 這個單位是划算的 這個單位是200萬一個 是嗎 200萬一個 沒錯 不用189萬 189萬 嗯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去到60 這裡是60棟 如果去到62棟 149方 那個01 就要去到250萬 250萬 是有理由的 因為那裏呢 就突出了少少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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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那裏呢 這裏呢 就是客廳來的了 這個客廳開間會闊些 是 這個戶型是難不通的 那裏開間有沒有6米多 這裏呢 有的 6米多開間 這裏有 那裏呢 其實這裏外景呢 因為它兩個門打開是很對流的 這個推拉門都很闊 這個推拉門很闊 其實這個景都很漂亮 只不過現在它是適合公園 這個封住了 進來這個陽台可以看一下 過來這個陽台 這個陽台很長 這個陽台十米多 十米多闊度 長度 即是長度 長度有十米多 十米二 闊度有 兩米六 兩米多 這個陽台 你看看這個海景 這個單位 一百四十一方 一百八九萬 性價比比較高 它就是 這邊 到時這裏是圍蘭 露台 露台 這裏都很闊 你看看這邊 就封了一點 怎麼說 因為這邊 就是人家的房間 零一那個會型 零一那個小房 人家的小房 如果你不封了一些遮掩 人家會看到你 現在這裏有高樓層 都可以選擇 因為它是一月份 我們的業主都會把露台封回 封得太多 就影響景 現在他們國內有些是這樣的 它在這裏圍蘭 它有一個 上面是可以做到開 即是可以接碟那種的 開到這裏 你就遮到這裏 因為香港的朋友很注重私隱 因為香港的房子那麼密 都被人忙到驗了 過來這裏 那裏就不舒服了 所以那裏就很頂癮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壺形又真是漂亮 又真是便宜 即是對比起那個 那裏移動的 二百萬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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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陽台又夠長 又夠闊 所以 你來這裏看回 這邊這樣看 自己這樣看的海景是很靜的 待會Andy都會上去二十六樓 我們現在這個樣板房是二十五樓 我們只會上去二十六樓 一個沒有圍欄的地方 那裏 全部都有圍欄 因為這個是工程梯在上面 工程梯在上面 是嗎 是呀 沒錯 因為這個是工程梯的門口 都有這些 沒辦法 那OK Andy來拍 我們現在進來 這個是一個客房 客房 那是四個房 四個房 啊 那 那 這裏又是 我們 這裏又是一個客房 這個房子 大飄窗 這個大飄窗 啊 看別墅 來 給我一個鏡頭 前面是我們二區的別墅 哦 二區的別墅 那 那麽多位觀眾 它便宜的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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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他望海又差 各方面 那些私人就會差一點 就會便宜一點 是嗎 這樣說 我都幫 不過性價比多高 沒錯 沒錯 我就幫開發商訂價 我知道那裏賣多少錢 他如果他報七百多萬給你 就不是這個價 就是 我就比較清楚別墅的價 一分錢一分貨 那這裏這個鏡頭 我給回剛剛那個就是那間房 房間出陽台那間房 那便來回這裏 這裏有一個 客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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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來回主人房這裏 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的景色很正 這裏主人房的景色是望海的 那麽多位 這裏以後會不會有高層借道呢 這裏不容易的 這裏前面是別墅 前面是別墅 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的景色很正 這裏主人房的景色是望海的 這裏以後會不會有高層借道呢 這裏都會看到日出的 這個位置 是 這個位置是看日出會比較舒服些 那這裏 那這裏 這裏有個衛生間 看下衛生間 都是他們自己碧桂園的牌子 是 阿華斯 那這裏是乾濕分裏 那搭配半島的檔次 這裏最重要的最大一個特點 是 拜書 帶衣帽間 這個是做衣帽間 這個做衣帽間 比較適合 衣帽間也能看得到海嗎 衣帽間看得到海 衣帽間看得到海 那這裏呢 這裏是比較適合適的 因為你過來這裏看回 整個主人房 看回這個衣帽間 Andy 你走出來這裏 給回一個輪廓 這裏是主人房 看回這個就是衣帽間 就適合衣帽間的輪廓 拍到那個衣帽間 真的嗎 OK 那 那我們就 現在走去這個廚房再看看 拍完廚房先 剛剛廚房未拍 這裏走出來 現在就走出來 我們站在這裏 再給回一個輪廓感 沒錯 這裏就剛剛那幾間房 沒錯 那這裏 來回這裏 這個就是飯廳 Andy站在客廳拍回這個飯廳 這個飯廳 放一張圓桌也可以 放一張圓桌也可以 OK 那這裏呢 就有個廚房 廚房這裏呢 就可以放個雙開門冰箱 U字型 那王小姐你進去介紹一下 這個廚房呢 這邊就可以放一個雙門的冰箱 雙門的冰箱 一補個就可以放個單門 嗯嗯 這些全部都是加工都準備的 這個廚房都是完全都是採缸的 嗯 它這裏還有個消毒櫃 這裏是每一戶都會送個消毒櫃 嗯 那這裏這個呢 就是抽拉式水龍頭 那來回這裏呢 這裏就是北向這個陽台 這裏基本上是 正南正北的了 這個戶型 這個 這個戶型是189萬 189萬 那大概是 1萬3千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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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都很通風 我現在都很通風 是很通風 這裏望海呢 就是因為這裏屬於正南五望海呢 因為維港半島 那個193方的海景是漂亮的 但是那個是小的 就這樣 不過現在 189萬3方 就沒有八折了 因為之前 我之前那條影片是出了八折的 黃小姐 你更新一下 還會不會有八折呢 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因為他們已經出了很多 那個 61棟那個193 都賣了很多的流程了 那OK 我們現在去回這裏 118 那我們再看這個118 118 118 這裏又是獨立一戶 我們這裏是兩梯四戶 是啊 到時你這裏 可以放一些提費 這裏就沒有消防門的 這裏是順利自己的 這個就是回形圖 那OK 我們現在就進來這裏 這個 這裏這麼特別 一進來就先做個衛生間 這裏 這個 這個回形應該便宜很多 這個 155 166幾萬 166幾萬 這個 這個 看什麼 這樣看 這個應該很難 很難賣 這個回形 你要搞特價才賣到 所有都很喜歡 這裏 這裏 這裏看 這裏 我25樓都很壓抑 這裏 很直至 你看 前面又是01小房 又看得正 如果是這樣 01有個小房 便會看得到你 就不太好 那你來到這裏 也好 來到這裏 Andy你要跟著我過來 這裏 這裏是有條縫 看著海景 那你前面 150幾萬 Andy 又站在這裏看 就不同了 因為我角度 跟你 對 這裏看回海景 就這樣 就只有這裏 角度看得到 別人知道了 嘿嘿 所以剛剛 那個 141方 那個 就是要封到這裏 那裏 就是141方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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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說 阻止到你了 就不會看得到你 這個陽台長度 也有10 這個說7米多 這個短一點 這個短一點 這個8米左右 7米多 100米 那幅度一樣 是 那來回這裏 客廳 客廳這裏 開間都幾闊 這個就開間 是 關鍵是 剛剛我們衛生間 有沒有拍了 拍了嗎 這個小房 這個小房有沒有拍 這個小房 拍一下 這個也是家房 這個也是家房 3加1 是吧 4房 這個就小一點 這個衛生間 這個剛剛入門口的衛生間 OK 那我們回到這裏 這個 飯廳這裏 這裏 這邊 這個廚房 118方 其實都 有點難動 可能真的 後續這個單位 好像圍廣灣 那裏 搞特價 搞特價 這個屋人 這個屋人 這個我一看 大概知道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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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設計 那裏 這裏 我告訴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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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半島的業主 有人說 半島的商業有沒有人走 你要看維港灣裡面 給我手指的鏡頭 維港灣裡面也有商業 我們不可以用外面的街市商業 去理解小區的商業 有時候這些商業 會做回會所 還有我們這裏酒店的前桌 乾洗店 就是萌生類的 不要像購物商業 那些商業 你住得半島的 現在半島不是很靠香港人 買得住深圳的高端 和外省的高端客 你住得來的 是不是要有些 遊泳的配套 或者會所 美容 SPA 反而這一類 在小區的商業 會生存得比較好 一年交回 一萬多兩萬元會費 好像紅酒會所 生意其實都不錯 這裏的業態更傾向是這樣 不過 也好 因為它裏面有商業 這裏面不會太亂 又不需要太旺 但是又維持得到 趁你這個半島的檔次 那就比較好 那我們先進來這裏 那這裏 廚房 廚房這裏都是放一個單門冰箱 會比較窄的 這裏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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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看出去的位置 來的 OK 那我們來回這裏 這裏呢 這裏呢 那裏呢 這裏呢 這裏呢 是一個次鑊來的 這裡有一個小房 小房這裡 小房這裡 這個小房放張床差不多沒有問題 再來回這個大房 主人房 主人房的景都漂亮 寬少少 但是還是比前面62棟遮住 這裡62棟 OK 我們現在60棟 我們現在60棟 看完 我們現在去62棟 我們現在60棟 我們現在去62棟 我們現在60棟 這三個好爺的板房 我們都參觀過了 那我們就去62棟 62棟是五樣板房的 是吧 現在就 現在就要看看 工程隊那裏有沒有升降 那如果上去 Andy去拍下62棟 這個01 149方的 250萬的單位 看看海景和我們這裏 141方的話 有什麽不同 Andy就辛苦你了 還有一個115方的單位 02單位 OK 那個02單位是200萬的 各位Andy去拍下 我們下班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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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